剛剛我們已經把程式給錄好了 就聚集部分錄完之後的話 當然錄完之後我是建議 接下來的步驟請你把程式打開 打開的方式還記得吧 就編輯這邊一下就可以了 編輯 然後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Visual Base點開 然後它一定是在哪個模組裡面打開 就在這裡了 那你可以看到 當然它錄下來的程式 大概長這個樣子 裡面的話基本上沒有任何註解 那我建議你可以抽絲剝繭 自己再把你剛剛做的彩排過的動作 逐一的把它加上去 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 那因為總共有八個動作 那我這邊已經把它先輸入上去了 所以你們最好是自己把那個註解自己加上去 那至於加在哪裡 你可以每一行的上方可以自己再加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個動作 我們是第一個先切到查詢名單工作表 所以它得到的程式就是 蓄詞 有沒有 所以蓄詞物件 後面加了一個哪個工作表 當然你可以對照什麼 對照目前背後的狀態 比如說背後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查詢名單 所以如果你要切過去的話 實際上就是一個物件 後面配合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的話就點SLECT 然後再把游標放在哪一個儲存格 OK 所以特別注意 你一定要先切到那個工作表 才能夠切到那個儲存格 不然的話 你如果直接切到那個儲存格的話 它還是會停留在查詢結果的那一個工作表 它就沒辦法切過去 所以少一行都不行 再來的話 把公式輸入上去 公式就輸入這個 就輸入到這個儲存格 然後打勾之後向下填滿 就AutoFill 然後並且游標放在B1 這個B1 然後做AutoFill AutoFilter 所以你可以看到 篩選的英文名稱 其實就是叫AutoFilter 後面的話 其實它帶有兩個參數 一個是哪一欄 因為總共有第一欄跟第二欄 它是針對第二欄去做篩選 所以這個二指的是第二欄的意思 那條件的話 是把1的部分找到 1的部分找到 所以留下1嘛 OK 然後我們就是 游標再放在A1 把它CtrlShip向下 Copy 然後再切到查詢結果 有沒有 切過來 然後再把它PASS 有沒有 就是貼上的 這樣就OK了 所以背後的程式 我是建議你可以再加上註解 因為如果你假設沒有加上這些註解敘述的話 你回頭再看 當然一定會一頭霧水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可是如果你加上註解之後 你下一次回頭再看 你會發現 哇 原來我之前做的我都看得懂了 OK 之前說 老師這個程式我都看懂 其實我是覺得你應該不是看懂程式吧 你應該是看懂註解吧 當然如果你註解看懂的話 那底下的程式你也慢慢看得懂 那將來你也可以試著自己寫寫看 也就不用錄了 OK 另外的話 如果將來程式有一點問題 你也可以把那個問題解決 就不用NG又重來重錄製了 OK 就不用浪費時間 大概是這樣子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清除也是一樣 所以清除的話 一樣我們就是 把它寫成這樣子 有沒有 colons 哪一欄 其實清楚應該是這個 查詢結果這邊 A欄點一下 按delete 然後它錄下來的話 其實有三行 不過我覺得中間這一行 其實可以刪掉了 什麼叫 application.copymore等於for 這行有點多餘 所以把它刪掉 那實際上的話 就是 A欄slate 有沒有 所以A欄的話就colons 然後括弧裡面 A冒號A 就是A欄 不過其實要我寫的話 其實A冒號A 其實可以改成這樣 A 其實就可以了 甚至你還可以用數字的 D欄 這樣也可以 colon E表示就D欄 那 點 slate的話就選取 那會產生一個selection selection就是A欄裡面的資料 然後後面加一個clear count 其實我跟各位講 如果有點slate跟selection 甚至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直接改寫成什麼呢 點clear contents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他點slate就是 選了之後 產生一個選舉區 再把它清掉 那直接告訴他說 你幫我把A欄清掉就好了 你不要說 選了之後 產生一個選舉區 再刪掉 感覺好像有點 太麻煩了 所以你可以改寫成這樣 就是 colons 點clear就可以了 甚至像我自己寫的話 我可能甚至點clear contents 會習慣寫這樣 等於空的就好了 有沒有發現 我之前蠻常寫這樣 等於空的 其實就清楚了 這樣可不可以試試看就知道了 OK 執行 可以啊 有沒有 所以這樣反而更簡便 有沒有 就不用寫一大堆的 不過你說老師 那我習慣用點clear contents 可不可以 反正呢 這個程式的敘述 只要是Excel能夠解析都可以 不過前提就是哪一種方式 你比較記得起來 而且不會寫錯 你就記那個方法就好了 OK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基本上 最後再把兩個按鈕給做出來 產生這一個跟這一個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按右鍵修 重新指定它也可以 比如說原來有三個嘛 然後你就指定這一個 然後把名稱修改 那這一個就是清除去期 那最後如果我希望看到的結果 就是按下它 欸它有沒有 它就會有資料過來的話 那恭喜你 表示應該成功沒有問題 而且齁 它瞬間把五千多個黑名單 通通找完了 但是你說它花的時間有很長嗎 頂多有沒有一秒 我想應該好像還不到一秒吧 有沒有 欸馬上找完 所以其實現在電腦真的太快了 完全不需要等待 但是如果你用人工的方式 我說真的 你要查多久 OK 所以人工跟電腦處理 其實真的效率 尤其是資料越大 哇 那差異越遙遠 也就是說啦 未來的Big Data 其實就是不能用人工處理的資料量 那不能用人工處理的 要怎麼辦 所以你要想個工具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當然 我們手邊最容易取得就Excel OK Excel裡面 剛剛我們主要就是利用Conif 加上篩選 如果你希望讓效率更提高的話 你可以再配合錄製集 所以期末報告部分的話 我是希望說 如果你不會寫VBA 你可以至少錄製集 然後錄完聚集之後的話 當然 我是希望你上面可以加一些觸解 OK 盡量嘛 你說老師 那有些我看不太懂了怎麼辦 至少你有彩排過吧 OK 那你如果不行 你就是再稍微查一下 Google也OK 或還有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知道說哪個物件 你可以游標放在這個物件上面 按F1 有沒有F1 它會去 跳出 那個微軟的Excel的一個 官方的說明 他怎麼出現錯誤 理論上應該會跳出正確才對 有沒有 按那個F1 F1 那我們電腦應該 是要那個 按Function鍵加F1 F1 F1就是Help的意思 OK 那你可以看到 我游標剛剛放到Range 那裡面的話也會解釋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按一下F1 然後裡面稍微找一下相關的答案 再不然的話 你可以在哪裡呢 在Google啦 或者是像那個ChargeGPT 裡面再稍微找一下 反正就增加自己的相關的那個程式功力 OK 好 不過這個做完之後 當然我們不會因為這樣就滿足了 難度要更向上提升 所以這個程式部分當然是永遠沒寫完一天 我會覺得這個好像 錄製劇集OK的 可是我希望呢 假設我不要 還有一點 你會發現還有一個問題 之前就同學問到說 老師我按一下去的時候 感覺有一點不夠完美 哪裡不完美 我說很好啊 這樣OK啊 老師你有沒有看到 剛剛有一個殘影 有沒有 沒有耶 我眼睛不太好 有沒有啦 有啦 看到啦 OK 其實當然有些人會比較吹毛求疵嘛 就覺得說 這個感覺不太好 有沒有 但是有人就覺得沒有啊 OK 所以有些工程師就覺得這樣就好了 可是有些使用者就是會覺得 這樣好像是不是可以更好 挑一些毛病 好啦 可是如果說將來我們希望有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不要發生的時候 那該怎麼解決 那當然呢 問題會出在哪裡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有切到其他工作表 有沒有 然後把游標放在他的B1 在打勾的時候有一個向下填滿 那因為呢 他電腦要處理這些比對的動作 另外呢 他也要處理畫面更新的動作 因為你畫面 因為你切過來嘛 切過來的時候 你必須又要處理畫面 又要處理資料 他變成說 他要兩個BIN同時進行 所以會造成CPU有點來不及處理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 我就想了一個辦法 如果假設啦 你希望說老師 那可不可以不要讓他 看起來像切畫面 感覺好像有點不舒服 的話 那當然我們可以讓他有其中一項不要做 哪一項呢 因為我們剛剛按下去 他是不是做向下填滿的動作 又要畫畫面 所以會造成畫畫面跟處理資料 他並行而造成這種殘隱的問題 所以你就跟他講說 好啦 你只要處理資料 但是你不要畫面不用更新 反正我只要看到結果就好了 所以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更新畫面 也就是說你切過來這件事情 然後在裡面向下填滿 這個你不用畫畫面 畫面不用更新沒關係 OK 其實問題就解決了 然後我就在想說 到底畫面要怎麼樣讓他不更新 後來我就想了一個方向 就是因為到底畫面是更新 到底是誰管的 當然這個想到的答案應該是 E-Sale 那E-Sale的話呢 在程式裡面呢 他有一個物件名稱叫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其實在這裡的話呢 指的就是E-Sale本身 那E-Sale本身呢 他就Application物件 那當然你要記得字不要拼錯 怎麼知道字有沒有拼錯 很簡單 你只要打Application之後 按一個點號 如果點下去之後 假如說那個清單有出現的話 那表示說你這個物件名稱沒拼錯 其中的話呢 因為E-Sale有管一個功能 就是畫面要不要更新的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是在他的屬性裡面 那什麼叫屬性 就是手拿的資料叫屬性 那個屬性你可以解釋成資料 或者解釋成一個設定 那那個設定的話 畫面更新英文應該是 拆應該可以拆得出來 畫面應該是什麼 Screen嘛 所以你就打一個S開頭 你會發現 他就會出現有個屬性 對 屬性出現了 哪個屬性 叫做ScreenUpdating ScreenUpdating 那不就是畫面更新嗎 對不對 中文意思就是這個嘛 那所以畫面更新呢 如果我要關掉的話 關開是什麼 開是True嘛 關是Force嘛 所以我後面再加一個等號 它會出現什麼 你要開還是要關 因為我剛剛講過 不要 你不要更新 不要的話 那當然就Force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其實 Excel裡面很多物件的操作 其實我覺得還蠻符合 這個一個邏輯的 反正它就設定都在那裡 你說老師 那我怎麼知道 像我也是用猜的啦 說真的 因為它其實就很直覺嘛 你把它關掉就OK了 後來發現我的猜測是對的 所以就可以得到一個答案 好 那這樣呢 當然我說 那到底OK 我不知道 沒關係 Try嘛 所以你說老師 那裡程式都怎麼寫的 Try出來的嗎 OK 當然有部份是會參考書籍裡面的一些資料 但是很絕大部份 說真的 我很多時候寫程式 都是自己試出來的 OK 像我自己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都是自己寫出來的 怎麼寫出來的 反正我有一些基本知識之後 然後再去Try OK 但也要符合邏輯 你不能說你自己憑空去捏罩的 不行 OK 那再來的話 把它移開看一下 接下來就來看結果 所以加這一行 就這個動作而已 結果一不一樣 按一下它 有沒有發現 差異有沒有馬上出現 OK 有沒有發現它這個時候 它畫面就不再更新了 有沒有 另外還有一個好處 因為它畫面不更新 執行效率也會增加至少30%以上 為什麼 因為它又要畫畫面 又要處理資料 所以我有算過它時間 還比較快 所以 這一個加這一行敘述 真的有正面非常大的幫助 那有什麼缺點呢 其實沒什麼缺點 畫面不更新而已 OK 所以它按下它 效率還反而更快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的重點 第一個 請各位把那個註解填上去 這個至於註解打什麼字 不要跟我一樣 打你看得懂的字就好了 你不要說老師 我是不是要跟你一樣 沒有 打你自己看得懂 因為這個註解 是給你看的 OK 不是給我看的 我打我自己看的 你可以打 像之前有同學 很多都不會 所以要打一篇文章在上面 OK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不懂就把它打多一點字 OK 所以你們情報報告 我也是希望說你錄完聚集之後 請你在上面加一下註解 這個註解也是作業的一部分 OK 你說老師那不加註解可不可以 是可以啦 可是問題以後你看不懂 那你這程式其實也不及格 OK 程式主要是能夠 達到我們要的結果之外 將來回頭維護 你要想到維護這件事情 什麼叫維護 如果程式出錯的時候 你要能夠馬上看懂 到底哪裡出錯 你不能說 眼前事情解決 那之後回頭看 哇 一個很大的一個災難 因為程式都沒註解 沒有人看得懂 連自己都不知道 程式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那怎麼維護啊 OK 所以你要隨時做一個lock 一個紀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這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另外一個就是加上這個 Application.updating.inforce 那待會兒的話呢 我們會希望說可以把剛剛寫的這個程式 如果不錄製聚集 我希望把它變VBA的話 那如何簡化一下 就是以後乾脆自己寫 我不要錄 我每次要錄製聚集 感覺好像有點low 就是沒有那麼厲害 感覺你會寫VBA 我只會錄製聚集 對 那如果你馬上說會 我會錄製聚集 不 我會寫VBA的話 感覺又不太一樣了 OK 不過錄製聚集其實是 提升到VBA的一個 我覺得過程吧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一下子都這麼厲害 馬上可以很容易的就把VBA程式寫出來 但是你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先錄 錄久了之後 你慢慢可以提升 然後就自己寫 那至於要怎麼提升起來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不足振 edible 你要么 這個地方 你還解釋